藝人兼購物專家郭宇晴 他也很厲害喔 他在台北有三間房子 他買房子是以自助為原則挑選 關鍵是以小換大 拉開窗簾 一路也連的是山區的浪漫美景 往裡頭一看 簡單的設計風格 猜猜看這是誰的家 我平常很喜歡這個空間 是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透我們家的後面陽台 大方介紹自己的家 他是郭宇晴 是藝人也是購物專家 喜歡寧靜的山區 三年前買下中和版三腰的食品屋 58坪的大空間花了2200萬 電視牆選用馬來棋 客廳走混搭風格 歐式氣派沙發 牆上的畫是中國風 看到的所有家具和設計 都是建商決定的稱為食品屋 當初其實真的就是拎個皮箱 然後我就把所有的東西 軟體的東西 像什麼書 衣服 鞋子等等 就是自己一些平常會用的東西 搬進來而已 對我來講其實是方便 因為省區所謂的那種 就是裝潢 施工 喜歡街上的設計是關鍵 橋 開放式的餐廳 旁邊還有個小巧思 它是一個還滿深 而且很大的一個收納的空間 那郭宇晴是演藝圈的 著名投資高手 收納空間到家具都得精打細算 在台北擁有三間房子 買房子不投資而是自住 關鍵是以小換大 還得重視交通位置 買下現在的小豪宅後 郭宇晴出脫了景安捷運站旁邊的 30坪小公寓 近賺一倍以上 賣房有它的小配包 一定要住在所謂的市中心 那當然你可能就要去用金錢 去換比較小的坪數 可是如果你喜歡的是比較開闊 比較大的空間 那我覺得其實可以稍微 再往郊區一點點去做選擇 能買下小豪宅 郭宇晴大學畢業後 靠著買下電子股票 賺進人生第一桶金 他的投資理財方法 三分之一繳房貸 三分之一投資股票和黃金 其他的就是家裡的修行和支出 郭宇晴建議年輕人 要懂得存錢做基本面的投資 才能錢滾錢買下人生第一棟房 記得流浪和澄清台北報導